我家前院比较小 原来是这样的 近些年加粥缺水 提倡Brown is the New Green 特别今年都不让给草地浇水了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 无法忍受的丑陋和浪费 动手改造吧 改造第一步 就是想给车道旁边加个步道 而且打算挑战一下自己做 主要是看到朋友DIY了特别棒的露台和步道 我们受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这支视频最后也会有它的整个制作过程图片 供大家观赏和参考 铺步道可以像朋友做的那样非常专业高端 但如果不追求完美的话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比较简单 关键点不要太马虎就行 主要有这样五大步骤 下面我具体一一分享 首先设计自己想要的样子 网上有很多参考 这个过程也许很漫长 也许几经改变 隔贴的想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自己就经历了好几轮 比如开始想做成曲线型的 但一方面自家步道很短 效果可能一般 另一方面难度一定更高 后来想铺成像朋友这种漂亮砖头的 这样就必须要切割砖石 虽然朋友说可以建我们工具 但知道自己根本搞不定 于是只能放弃所有需要动用切割工具的方案 而且越小的砖头对地面水平度的要求越高 对我们来说又是一项不太愿意花功夫的艰难任务 看来看去这种最简单 可也太简陋了吧 最后终于发现了这种大块砖石 长13英寸 宽24英寸 不规则纹路是提前做好的 有几种不同造型可任意拼接 横着竖着都可以 能组合成更多变化 就是它了 旁边也要加上这样的鹅卵石来装饰 一旦定下来砖石 其实也就定下了整个完成方案 接着就可以买材料了 砖石需要多少块 自己要先计算好 房草布一般家里都有吧 每年春天Costco都有卖 几年前买的一大卷 现在还剩很多 在铺砖石前一定要铺上打底的材料 主要目的是固定地基和房草 必须买两种 Step 1是碎石 Step 2是沙子 Home Depot的和Loris都有 这样的一袋够2英寸高 3平方英尺的面积 大家仔细算算自己需要多少袋 一般建议是碎石2英寸 沙子一个英寸厚 然后不要忘记了更细的Finishing Sand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就直译成粘合沙 这个用不了多少 我家买了一袋 用了不到十分之一 最后如果有需要 也要买鹅卵石 东旭买全 就可以开工了 首先 除草挖土 这是最费力气 最耗时间的工程 大家一定要善用工具 我们建了朋友家的Taylor 三地基 效率可以提高很多倍 只是草地下的土很糟糕 有很多石子和树根 都需要慢慢清理 而且我家理工男 还筛了很多可用的好土出来 就更花时间了 这个过程耗费的时间 比所有其他步骤加起来都还要长 确实是想过雇人来帮忙挖土的 但考虑到下面还有水管之类的管道 怕不小心挖坏了更加糟心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找人挖土确实会省事很多 究竟该挖多深呢 Loris网站是这样建议的 碎石6英寸 沙子1英寸 还有铺面的高度 加起来有9-10英寸了 碎石当然是越厚越好 但我家的地面非常结实 所以我就偷工减料 只打算铺2英寸碎石 1英寸沙子 再加上2英寸砖石 大概挖了5英寸深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 挖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两根木条 来定位保持宽度和高度 因为是一个小斜坡 所以和车道保持水平很重要 在接下来的各道工序中 要不停测试水平线 我这个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水平仪太长了 如果用个跟你的步道宽度 差不多的最理想 之后就用这样的工具 英文叫Hamper来夯实土壤 这样形状基本出来了 接下来就可以铺上防草布 我看到网上不少教程都没有这一步 我还是加上了 因为不打算填太厚的碎石 算是多一重保险吧 最好盯上铁签来固定 我保留了原来草地的灌溉头 但取掉了弹簧并锁紧喷头 遇到这些地方要开个十字口把防草布压下去 等以后如果把这一区改成滴罐系统 这里也不会出水 铺好布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要把Step1碎石都倒进去 然后用耙子爬开 我这个工具太不专业了 如果能有那种专业硬齿的耙子就好了 反正我们是各种工具齐上 基本推平了碎石 这时候可以浇水进一步夯石 因为我们买的沙石相当潮湿就省略了 接下来加Step2的沙子 这个时候用这种PVC管子非常有助于推平 说实话这里我们就没有那么精确了 只能大概找齐 专业的到这一步应该确定所有的地方 都有精准的高度和坡度 但这时候天色已晚 我们决定赶紧把砖石放上去 虽然此刻找平非常重要 不过因为下面是沙子 如果哪里有不平 其实还是可以调整的 终于在天黑之前 把砖石都放上去了 第二天 我们细细把每块砖石都检查了一遍 确保每一块都稳定 每一块的水平测试都过关 有问题的就再加上沙子调整 我知道这样做很不专业 但我们也是尽力了 接下来就是给周边加上鹅卵石 感谢朋友的友情赠予 终于让他们辛苦送来的石头有了最妥当的归宿 到这一步看上去就有点样子了是吗 但别急 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在大砖石的衔接处 倒上finishing stand 粘合砂 它浴水就会把石头缝直接都粘合在一起 可以让原本一块块砖石的布道成为一个整体 用刷子慢慢扫开 也可以用大扫帚把多余的细砂扫到两边 最后就是给布道浇水 正值雨季 后续的雨水也会进一步加固 这样我们的简单步道就算大功告成了 正如我标题所说的确实很不专业 但效果我们自己还挺满意的 也得到了很多邻居和朋友的肯定 这个布道长大约13英尺 宽3英尺 材料总花费应该不到200 当然我们的营卵石没花钱 下面给大家看看 我朋友做露台和布道的过程突撇激进 感谢他同意放入这期视频 希望我们的分享能给你一些启发参考和帮助 也请关注前院改造的后续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